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和直籃球員林志傑 以及同樣出身基隆山宮的球星蔡文成三個人 一起到基隆山宮和籃球隊員們一起切磋練球 由於基隆山宮籃球隊近幾年來在HBL 也就是高中籃球以及聯賽中成績亮眼 不過也經常受限外界給予籃球隊經費的支援 因此去年球隊沒有如願進入前八強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特地牽線台灣電力公司 由協和電廠辦理的主動關懷專案計畫 長期生根祭任養電廠周邊學校球隊案 以每學期十萬元的經費任養基隆山宮籃球隊之外 並且和職安球員林志傑以及蔡文成三個人 共同製贈三萬元加菜金 鼓勵基隆山宮籃球隊繼續努力打出更好的成績 我們基隆山宮這幾年在籃球的環境上面非常努力 去年也打進HBL16強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了我們林志傑還有蔡文成 蔡文成是我們基隆山宮的校友 我們三個一起來自證加菜金來鼓勵基隆山宮繼續努力 我想基隆山宮在校長組長還有教練的努力之下 我們球員的招收也非常的努力 也希望我們在基隆山宮未來可以在HBL的成績 可以打出一番更好的績效 那我們最近也爭取了中央台電的補助 增加我們基隆山宮的資源 希望我們作為這個球隊的後盾 讓大家更無後顧之一又可以繼續努力在賽場上 也為基隆爭光 其實現在台灣很注重籃球這一塊 因為畢竟環境越來越好 其實我覺得變成說他們在基層的方面 多珍惜羽毛 愛惜羽毛 其實我覺得因為籃球環境越來越好 他們會越來越棒 因為他們能得到的資源會越來越多這樣子 對於議長童子偉和直籃球星們最實際的鼓勵 基隆山宮籃球隊由衷感謝 基隆山宮未來發展的還是一樣 就是以快速的轉換球風 然後去建立大量的得分 然後去做轉換快攻的事情這樣 對 因為我們補強的選手 多半都是以儀組的選手 然後他們經驗也比較不足 所以我們會透過大量的比賽 去累積他們實戰的經驗 基隆山宮籃球隊 是我們基隆區唯一的一個甲族的一個籃球隊 那我們一直期盼 我們能夠在地的生根經營 那也希望在地的企業能夠贊助我們球隊 那這一次呢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同志偉議長的一個引見之下 將我們台電的一個資源能夠帶進來給基隆山宮 那未來呢 台電將以每學起十萬塊來 任養我們的基隆山宮的球隊 那我想這一筆經費對於我們的訓練 對於非常的重要 同志偉強調 基隆山宮籃球隊是基隆打造籃球 訓練三極致重要的一環 環境我來創造 努力奪牌就交給你們 一起為基隆加油 同志偉和林志傑以及蔡文成 和基隆山宮籃球隊相約 如果今年基隆山宮籃球隊在HBL打進前八強 會再回來學校和大家一起打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3 2 3